在西安繁华的大街上 在来来往往的行人与车辆之间 经常会看到一辆老旧三轮车的影子 穿梭于其中 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 它的车轮总在不停旋转 至今已经转了二十九年 就在它最显眼的车框处 有一张咬旧而普通的寻人启事 他叫李洪杰 今年五十七岁 是一位人力三轮车夫 目前和女儿妻子 生活在一个普通的村子里 在他们家新盖的房子里 有一间没有人住的屋子 女儿李珊每天都要细心地 去打扫一遍 这个房间的主人是谁呢 在他们家的背后 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有请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来请坐 我叫李珊 今年三十一岁 来自陕西西安 我今天带我爸妈过来 是找我九十多年的哥哥 我哥哥已经都是二十九年了 我爸爸骑着他那三轮车 已经长了二十九年了 给我们讲讲 小时候你对哥哥有印象吗 小时候我一直以为我是独生女 有一次我就听到村庄里人跟我说 他说我还有一个哥哥 然后我就跑回家问我妈妈 当时我妈妈就神情特别沉重 她就从一个木箱拿出来一个 蓝色的手工作的小村上 说这是你哥哥小时候穿的 然后他就指着一个很古老的相公 里面有个照片 他说妈妈抱着你身边站的那个小男孩 他就是你哥哥 可是我那时小 我不懂妈妈脸上那个表情 我那时候还特别开心 我说我终于有个哥哥 他可以陪我玩了 然后我真的很高兴 我就缠着问他 我说我哥哥小时候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哥哥 我妈妈说你哥哥那时候真的特别乖 妈妈去烧烦了 你那时候就一岁打到床上 他就会哄你开心 牵着你的小手给你唱歌去 我听到我真的特别开心 我说这哥哥对我真的好好啊 然后我每天放学回家 我就想着 哪天突然多一个哥哥 然后陪我玩 等我到三年级的时候 我才理解了 哥哥是被人拐走的 他不能回来的 然后妈妈跟我说 那时候都靠爸爸骑个自行车 出去卖火了 来养活我们家 90年9月26号那天 我爸爸出去卖火了 妈妈去河边洗衣服 然后就把哥哥一个人留在家里 刚好成庄的又赶集 他就跑去玩了 等爸爸卖火了回来 就发现哥哥不见了 就去找他 我平时卖火了回来的时候 他很高兴 他就向我赶跑 我就把他抱起来 抱起来以后 他放在我的自行车的后座上 我就把他推上 转上一圈 当时我骑的时候 他两个爽手 把我的腰搂得很紧 他的脸在我背上一切 当时我很幸福 我很高兴 我回来以后 我清楚儿子救了 我心里特别着急 我就在村里找了一种 我找见 我就叫了几个人 赶快给我到处乱走 找到黑眼 也没有找到 最后我叫我村子个人 给我写个邪人启示 今天前一大早 起床以后 把书包一背 我装了十来个肝膜 我就骑着我的自行车 进到西安了 把我儿子的行人启示 想给我印出来 见人我就发 大街小巷 我都找完了 也没有找见 找了一个多月 我把钱花完了 我就骑着自行车 又跑了六十多公里 回到我家 听人给我说 西安子有个寻职团企 我就跑去了 去了以后 他给我说是 河南有孩子 我就到河南去找 看了以后 又不是我的孩子 当时回来的时候 翻过那个大山沟 遇见那个村 人都听得是叫水 当时我磕了 我就爬了那个群 我就咬了 咬了我半缸水 水里面都有虫子 在里面乱跑 我就把那个虫子挑出来 跳出来 我就喝 当时我一喝 我年轮就喝了 我也想我在说 我的儿子站在这儿 我一看到这个地方 我真可怜 我到最后 我那个睡觉舍不得到 我提到算数 我磕了 我最干的算数算数 我一到招待所以后 我就爬到那个床上 默默地 我一个人爬到我就哭 哭着哭着 睡着的 今天早上 我们又起来 另外一个地方 还有两个孩子 咱们去看看吧 我说走 起来以后 走一看 不是 我就回到了西安 我找来找去 一找 我就找了两年 这两年 把我所有的积蓄 我花完了 到92年的时候 我从我村子里 借了一辈五十块钱 买了个 就这个三楼车 一边挣钱 一边找儿子 断机的时候 我拉人 有货的时候 我拉货 有一天 我登着三楼车 到那个人力食厂 去了 突然前期下车 有个机 在背景黄书包 书包里 装我儿子的行人 骑士 我一个老板过来 说是 你拉货不 我说拉 他说是 有四五倍金重 你拉得动 我说行 当时雨很大 把我眼睛都大 眼睛睁不开 从这上下灌 把我的脚海 都给我轮湿了 我到最后 蹬着蹬着 蹬到一个低脚桥下 我就下来了 下来以后 我把绳子 一截 在我肩上一搭 我一个时候扶着霸 一个时候 拉着三楼车的屁股 我就把它拉 上头拉 拉着拉着 快到 车井的时候 突然 还觉得打了一下滑 车子上回头 我用一次剑 把它拉上去 四五百斤的 拉上第一条后 我就骑着走 蹬着车 给它蹬着目击器 包括我一线 我想看我儿子的 邪人骑士 一看邪人骑士模式 我就给它又装进去 又上后一放 我这车子还可以拉人 拉人的时候 我把我车子改良一下 前面挂一个牌子 切上我儿子的邪人骑士 把我车厢 用轴骨一搭 搭好以后 搭个棚子 两边可以切邪人骑士 我就在西安市 汽车站 火车站 我就来回跑着拉人 人在坐我的三楼车的时候 我就给他说 这是我儿子的邪人骑士 你先看一看 要是在你我附近 有什么消息 你就给我打电话吧 一干这 我就干了29年啊 我这一辆三楼车 虽然它破了 我也舍不得换它 因为它陪着我 风里来雨里去解 我看到它 就像看到我儿子 在我跟前一样 当然有一天 我要是找见我的儿子 我就让我的三楼车 带着他 跟我一起回家 李珊 李珊你慢慢长大了 在你长大的过程中 你看着爸爸每天 骑着三轮车出去 拉货 找哥哥 你理解爸爸一直留着 这辆三轮车吗 我特别理解 因为我就是在这个 三轮车上长大的 我从小 我就特别希望 爸爸有时间 可以带着我 我坐他三轮车 送我上学 接我放学 带我出去玩 我坐在三轮车上 是我最幸福的时候 在我上初一的时候 那天放学回家 我妈告诉我的一件事 她说 你爸爸生病了 过两天回家来 休养两天 我问她得了什么病 她说扇气 那医生跟她说 你这个扇气 是要做手术的 但是她一想 她要找儿子 要养家 要跟我读书 她就没有去做手术 所以医生的建议下 她买了一个扇气袋 带着 她知道 必须做手术的 那时候我上初一 我已经下了决心 我就说 我一定一定要 早点赚钱 早点给爸爸 手术做了 然后让她 不要这么累了 这也是我初中毕业 我考上高中了 但是我没上 我去上个绩效 我学门手艺 我早点上班 我早点赚钱 但是她不肯的 我说服了她好久 才说服同意了 我记得有一次 我学校 她说要实习 实习一个星期 交五十块钱 我跟爸爸说 打电话 爸爸说 好的 你在学校门口等着 我两个小时后 给你送过来 然后大老远 看到我爸爸 骑着三轮车 满头的汗过来 然后她看到我 笑着 她小心翼翼地 掏了一张 五十块钱 递给我 我拿到手里 我那个星 整整整 愣住了 这五十块钱 不是我老爸赚的 他虽然说 有点汗水 有点折皱 但是这明显 是一张崭新的 我爸爸赚的 不管是拉人 拉货 都是旧的 不可能一张崭新的 真的 我同学说 你怎么了 我说 我说我不应该 问我爸手艺实习的 其实 咱们班 那么多人都能实习 你看我爸爸 这个钱 肯定不是他的 真的都是新的 我看到他 骑车走了 那个杯子 我真的 我特不会 打那个电话 叫他给我送钱 但是他无缘无悔 他没有说 女儿子 咱没钱 这个实习不做 可以 他宁愿去接 他都不会去拒绝我 这件事一直 压我心里 我特忽悔 真的 然后等我上班以后 我第一个月 我发了四千两百块钱 我只花了两百 多余的 全给我爸爸寄回家了 但是 我爸爸一分钱都没花 他全部给他传钱 我让他去做手术 他也不肯 他说女儿 爸爸还能干 爸爸还要去找你哥哥 15年 我那年厂里放假了 刚好有七天的假 我那时候就下定决心 一定要带他回去 先把手术做点 这拖了多少年 才做这个手术 他那个扇期待 他一直待了十三年 整整十三年 那天晚上 做手术的时候 他刚好胃病发 我看到他 我吃了特殊酸 我就说 我爸爸这几年 真的不容易 那次之后 我就让他一直休养 没让他做事 我让我妈 把他看牢了 休养了半年 他又跟我商量 他说 闺女儿 我们去盖个房子吧 这样的话 哥哥回来 就有地方住了 他盖房子的时候 他请小公 他少请了两个 他一个人 干两个人的活 早上五点 他就起来了 把那个砖块 一块一块 扛到三楼车 他搬到三楼车上 他又把三楼车 推到盖房的基地那里 再一块一块搬下来 来回跑好几趟 他又把那个搅拌机打开 水泥什么都搬好了 等八点 小公来上班 他又跟着小公一起住 这样监持了六个月 房子盖起来了 那天是特开心的 他给我们一人留一间房子 给我哥哥留的 最差点 最通风的那个 虽然说我家嘛 现在崭新的 但是我家院 那个上楼车 一直都在 他特别爱惜 每天都要去擦拭它 把它搞得很干净 我有一次 我站到门院 我看到他 就把那个毛巾 拧得很干 轻轻地 小心地 很爱惜地擦拭 我看着爸爸一点一点 擦拭的背影 我想到我从小到大 坐在三轮车上 爸爸送我上学 带我去玩 然后我想到他 骑着这辆三轮车 去找我哥哥 然后又跟我读书 这个家就是靠这个三轮车 然后现在 我觉得我对这辆三轮车的感情 跟我爸爸一样深 我就在那想 我说 哥哥你真的早点回来吗 爸爸这几年真的不容易 一定能回来的 而且一定会尽早回来的 对 以上我问你 你这些年感觉爸爸逐渐变老了吗 对 老 你想象过吗 哥哥如果回来 现在三十多岁 大小伙子 爸爸 还蹬得动吗 我相信我爸爸 我爸爸蹬不动 我会在后面推着他 我要让我的哥哥 亲自去感受一下我们全家 包括我爸爸 对他的爱 只有他亲自感受了 他才会知道爸爸这么多年 有多辛苦 一辆三轮车 爸爸蹬了快三十年 其实也是这个家 找孩子找了三十年 来 玉老师 看见刚才屏幕上 旧三轮车 心里挺沉重的 也觉得心里也很疼 这一辆三轮车 这个父亲 登了二十九年 为了寻找自己的儿子 这个父亲 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父亲 他的父亲 虽然是很朴素的 但是却非常的浓烈 虽然是很平凡的 却是非常的伟大 在我们打开希望之门 看看最后的结果之前 我们也来问问妈妈吧 如果找到儿子 有什么想跟他说的 儿子 妈妈对不起你 你赶快回来吧 妈妈没管好你 没看好你 妈妈对孩子 有很多的歉意 没事 不赖您 那来 与山 拉好爸爸妈妈 我们一起勇敢地去看最后的结果 来 先看看爱心寻人团 是怎么帮助你们寻找的 来 有请三位 李红杰大哥您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韵 您在等着我中媒体平台上发布的 想要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 我们已经收到了 根据您提供的线索 您的儿子名字叫李亮 他是1986年出生的 今年已经33岁了 1990年的9月26号中午 他在家门口玩耍的时候 被人贩子拐走 根据以上线索 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 为您展开寻找 我们接到学期求助信息后 首先根据您提供的孩子丢失时的信息线索 帮您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选事网进行贴字对比 经过多次反复查找 很遗憾 没有找到相关的疑似帖 我们立即联系警方 帮其寻找 接到寻找任务后 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李宏贝夫妇进行采训 将学样数据录入全国被完卖失踪而成基因数据库 同时我们也成为了研判销 找出当年的始终人口立案资料 多次召开会议 比对信息 终于在河南省开封市发现了一名男孩 与您的保守十分相符 随即我们立即联系河南警方 协助调查工作 接到寻找任务后 我们首先查找资料 确定了证明孩子在本地的居住地址 随后组织人员进行实际走访核实 经过了解 我们发现孩子确实是被家里受养过 但是养家对他很好 现在的生活也很稳定 他不想现在的生活被打扰 所以拒绝采息 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 为此专门成立工作组 开会讨论劝说方式 经过多次上课 反复工作后 证明孩子终于努力采息 随后我们立即将血压说 入入全国被绑败 失踪而走 基因说女后 进行加班加点的队 警方和志愿者的联手寻找 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 加油 等着我 好 请打开希望之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我们走向您的希望之门 我现在只要看到他 我想深深地去拥抱他 我想要自己去感受一下这个格格 而不是从别人口中听到虚幻的 儿子啊 儿子 妈妈多想你 妈是妈妈对不起你 这都是我日程 为员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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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谢谢跟我们说说在哪儿 是在河南找到的吗 我们在河南开封找到的 现在儿子应该是在苏州那边打工 然后他的家在河南开封 现在也成家了 你们有两个孙女 爸妈 儿子回来晚了 哥哥你是什么时候确认自己的身世 大概17年10月份左右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那边就是要做一个 写业采集一个样本 后来就跟我说让我去踩我的血型嘛 后来就是确认不一样嘛 等到去年的时候 大概快接近10月份的时候 陕西那边警方去我们那边 那段时间我刚好在家 然后就把我的血样给踩走了 后来告诉我就是说找到了 我心情特别的激动 每日每夜我都想早点能看到他们 我觉得我爸妈特别的辛苦 我为我吃了很多苦 受了很多人类 我也不想辛苦 只要能找到我的儿子 我再辛苦 我也愿意 我喜欢就喜欢你 我一直有个人 我都是他别人口头听出来的 我没看到过他 你拉拉哥哥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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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你 来 哥哥和妹妹都坐下 刚才哥哥也听到了 他经过了这么多年努力 盖了房子 还给你留了一间新房子 所以你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接下来我就是想回去一下 看一下 尽管跟以前小的时候 不一样了 嗯 但是也想回去也行 嗯 我想说如果回去的话 我会坐三轮车的 但是我要坐在前面 带着我妈妈和妈妈 还有妹妹 你骑得动吗 我想我可以的 一定行的 来 陈军 从这起案件的情况来看 应该是当时有人贩子 在陕西蓝田作案 把孩子卖往河南开封一带 我们会要求陕西西安公安机关 和河南开封公安机关联合调查 因为这些拐卖犯罪团伙一旦形成 他作案的地点和卖孩子的地点 是相对固定的 争取把这个犯罪团伙挖出来 把其他被拐的孩子也要找到 好 谢谢陈局 谢谢警察同志们 好 今天是个圆满的大结局 拉着爸爸妈妈 拉着妹妹 祝福你们生活越来越好 加油 走吧 咱们回家 节目录制后 李亮第一时间和家人 回到了西安老家 当地虽然还在下着雨 但是丝毫没有影响李亮回家的路程 父老乡亲们敲着锣 打着鼓 淋着雨 纷纷走到街头 迎接这个二十九年未回家的孩子 在亲人的陪伴下 李亮终于坐上了爸爸的三轮车 透过生锈的车轮 他仿佛看到了爸爸二十九年来 风雨无阻地骑着三轮车 寻找他的背影 他也深刻地感受到了 爸爸对他深沉的爱 时间流逝 爸爸和三轮车都已不再年轻 李亮下定决心 以后会好好撑起这个家 照顾好爸爸妈妈 也会永远珍藏爸爸的三轮车 因为他在 家就在 他未经许 但他未经许 也未经许 他未经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